我跟Andy 還有ePlan的團隊同仁 還有在座的前輩還有現金們 大家好 那首先感謝Remi的邀請 讓冬傑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跟大家做一些 ePlan用務的分享 那我記得我們冬傑 剛開始做ePlan的導入 是在今年的二月 那算一算應該差不多 也差不多九個月的時間 那我覺得冬傑在導入這段期間 就像嬰兒一樣 剛開始使用 還在磨手的階段 所以也在萌芽的初期 所以說待會在 簡報的內容 如果有些錯誤或是不正確的地方 那再請在座的前輩 先進跟小弟 多多指教或指針 好 那這邊是我的簡報大綱 那第一個是公司的簡介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是ePlan P8的 ePlan P8的導入分享 跟Hannis火爹的導入分享 那 最後一個就是總結的部分 那在公司簡介的部分之前 我想對我個人先組織 介紹一下 那我叫柯板妍 那我現在認識在東傑科技 然後 自動化設備處 成功處做管理一職 那我主要的工作呢 有三大部分 那第一部分的話 是自動化設備 軟體跟硬體的一些系統上的規劃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PoC模組化程式的規劃 那事實上 像PoC模組的程式的 這部分 在東傑用得非常的深 那從2008年開始到現在2008年 那做了也蠻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相信 未來在 程式模組化這一塊 我們下一個階段 是要朝向工業4.0的方式來做 讓我們的設備 有更多的價值性出來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就是新技術的產品應用的導入跟應用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公司的介紹 那這邊 我們公司是東台集團的 集加的一個公司 那他們主要是做 半導體跟面板的設備 那這邊 自己也在 投資了幾家公司 那像富林科技 這邊做18個 真工強體的設備 那再來是漢林科技 那這邊是做霧流的 那再來是薄龍精密科技 那這邊是做雷射 那再來是永線光電 那東傑的話 主要是在 主要是成立的時間 1998年 那今年是2018年 那差不多會有20年的時間 那主要產品的話 是自動化設備 還有機台檢測設備 還有雷射修補應用設備 那我們公司位於在南科 那自動化設備的部分 這是我的本業 那主要是做 那個TFT、LCD的自動化設備的傳輸 那我們知道 這面板在搬送 不外乎就是要有機械手備的應用 然後再加上視覺 那這邊大部分 我們都是做音耐線的部分 像各位看到的這些設備上面 那未來的話 我們也希望 在下一個階段 我們的機械手備 會加強3D視覺的應用 在我們的設備上 做出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那接下來是 檢測設備的部分 是做MACO的部分 還有Liant點燈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製程的設備的部分 製程設備 這邊我們公司有幫NSK 做一些代工 做曝光機 那這邊也有做SUV的固滑機 那這邊就剛才跟各位介紹的 SPOT 真空槍體 那接下來是雷射的部分 那我們公司在雷射也 投入滿多的資源在上面 那這些雷射修補機 會應用它雷射的能量 然後帶來面板上 做一些缺陷上的修補 那因為各個製程的關係 會不一樣的設備出來 那這些是TFT repair修補 這是Sail repair的部分 那這邊是Laser shooting car 主要短路的部分 像短路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雷射能量把它打開 不要產生一些亮點出來 那這邊是以上 我們對我們公司的介紹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到我們的主題 一本琵琶導入品物的部分 的分享 那現在我們之前 還沒做一本琵琶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做的 其實都是很傳統 那用人工的方式 來做一些歸檔的管理 就TED檔 就一個一個丟 雖然我們有做分類 但是還是靠人工一個丟 那 有些通人就是沒有丟 或者是主管他沒有注意到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一些備份的動作 那再來就是發料的部分 發料的部分 我們因為圖紙 之前是用Potok在畫 然後呢 那個 我要發料的時候 我們比較一張一張的去看 我現在使用什麼規格 數量多少 一個一個去把它挑出來 然後 把它畫在Excel上面 然後在匯出的時候 再到你的ERP這邊來做 所以這邊也只有 都有靠人工的方式 那 因為都是靠人工 所以我需要一些文件 做一些點檢 來防止一些 以下的工程師 有些錯誤的地方 必須要注意到 不要讓它漏掉 這也是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那再來就是 線材加工的部分 線材加工圖的部分 我們也是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用CAD來做這個線材圖 然後這個表格的部分 我們也是用人工的方式 一個一個一個去把它填上去 這個真的很耗時 很費時 那因為剛才我跟各位講到 我這邊是做自動畫的 東潔再次的話 客製化的程度 非常非常的高 那 客戶Layout一有變的話 我整個計台 整個都要變了 甚至我的長度也跟在一起要變了 互線的路徑也跟在一起要變了 所以這邊我們發現到 我們這邊過多的人工的情緒 造成我們有很多錯誤的風險存在 包括資訊都不對對 那我這邊就是把我的工作 把它攤開出來 去想說到底往那邊出了問題 那一看一看起來就是 我的缺乏關聯性 大量的人工必對 然後錯誤就變靠了 重點是沒有什麼有效的工具 去完上面的品質 那確實這也是我的痛 然後我一直找不出來 到底怎麼樣把我的錯誤降低 然後工程社的效率提高 那這時候RAMY們就出現了 在這邊 我出現 我跟他的緣分就從這時候開始 其實RAMY是滿 滿nice的一個人 跟很有耐心的 跟長相不太一樣 他很耐心的聽我把我們公司的流程講完 然後問題出在哪裡 那他也呈現了建議 怎麼用e-tap 來解決我的痛 那這邊是我的流程的應用 這邊是一波之前 你們是沒有看到 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工作流程上面 都逃不出 AutoPay,Excel,AutoPay,Excel 那我們路徑的串的長盪 都是用Sallyage來處 到最後的 現材土製作 現材土製錶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 CADExcel CADExcel 資料那邊騰來騰去 騰來騰去 騰到最後都亂掉了 導致後面一直做色片 那無形的成本就浪費掉了 那最後我們在e-tap 導入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的e-tap的軟體 能夠把我們的流程 把它打同 一致性的 用一個軟體 就可以把我上面的工作流程 把它完成掉 其實工程師也很樂意 你這邊叫我們 AutoPay,Excel 那邊城市搬來搬去 搬到最後有問題 還罵我 那你倒不如直接 用一套軟體 就可以把我現在 工作解決掉 所以導致速度率降低 工作效率也提高 那我們初期導入一片 琵琶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難以沒有評估 沒有用Ansmode 還是用3H來做一些鮮物的長度 不過我真的不好用 真的不好用 那因為剛才有跟各位講到 我們剛剛導入期間 才9個月的時間 因為不差 所以導入效率 有什麼很大的比較 的效率出來 可能或許這幾個月還看不到 因為前半段 前半年的時間 都還在摸索 怎麼使用Ebrane 然後建構我們的資料庫 那到最近才慢慢的 開始湧上Ebrane 那我發現 最近湧上去的時候 確實幫我們當 就 往表這邊自動的生成 還有圖紙內容檢查 重點就是這個觀念性 常常 工程師 用AutoCare 改了第一張 王極改了第二張 所以現場一直在Compel 你的圖每次都畫錯 每次都要改 主管都沒在省了 是這樣子 那其實這也是未來的趨勢 大家都在講 設備要自動化 自動化 自動化 那我提出來 我們的流程也要自動化 流程也要自動化 這些流程是由 系統自己產生的 而不是由能攻擊 那這邊是我批發的大戰使用心特 主要 比較 影響比較深刻 就是它的關聯性 還有 爆表自動化的生成 還有多音化欄文的配置 它跟其他的E-CAD不太一樣 它很多的欄文屬性 可以用 但是 先舉表現 你一定要會用 然後 再次 再次 管理的未來延展性 那 前陣子 公司也要求我們 現在在 搞 Tim Center PLN 那 公司也要求我 在明年Q1或Q2的時候 那 能不能用 一般 跟PLN做結合 那 我們是希望 在廟建 發療的時候 透過PLN 然後 再倒立壓比 直接出去 那 公司上面 一按鍵 就直接發療出去 然後 再來 就是 色片的管理 那這邊 是 我 對自己的期許 是我希望 在2019年的時候 在Q3的時候 把我PLN完全取代 我原本的AutoCAD 那 有人或許會問說 需要花這麼久的時間嗎 那我認為的話 應該用 因為 不只我這個事業群 還有其他事情 可能還是會在用 那 我們希望是把問題點 把它收斂完之後 代表一直給到其他的單位 才使用 當然工程師 會一直覺得 奇怪你怎麼一直在改 改變你的流程 你到底在幹什麼 我 搞到我最後都不想用 是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 把它收斂完之後 再 混血導入到 其他事業群 好 那 以上是我 對P8的一些 使用的一些分析 那 接下來就是哈利斯柏蒂的部分 事實上 在軟體規劃的時候 我們面臨到這幾個 三大問題 限裁長度 講到這個限裁長度 其實上 哈利斯柏蒂 是在我 心目中 2019年 全部Q2的時候 才要預計要導入的 那 因為我們總經理 區域現場視察的時候 就看到某個四月群 他的設備 限怎麼那麼長 長到地上劃好幾個圈 怎麼會這個樣子 而且還沒地方長 所以 陳總就跟我講說 看有沒有這個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限的長度確實 是造成 公司物限的浪費 那你要想辦法把它長好 還有空間 那再來就是 佈線路徑化的可視化的問題 經常我們剛才 各位講 我們東潔設備 在佈線的時候 是用Auto K在弄 但是他不可能 把路徑 很完整的把它描述出來 你路徑沒有描述出來 現場 要配線的時候 怎麼配 我拿到這條線 伸展單位的工作 那一條線 沒怎麼補的 沒怎麼走 我怎麼知道 他只能用著頭皮 去跟他講 你這就是要怎麼補 都是靠口述的方式 而且有可能 你畫完線材圖之後 等到發現出去做加工 到回來開始組裝 可能是一個月以後的事情 那你 如果沒有做一些紀錄 在你一個月以後 你站在他們面前 跟他講 怎麼補 可能考驗你的記憶力 有可能你會講錯了 講錯到最後不完 奇怪什麼線的長度 怎麼突然間編這麼多 明明規畫算是對的 結果一看才知道 啊 講錯了 再有機設跟電視溝通的問題 我常常遇到 這邊線 我要往這邊爬 奇怪 機車永遠不懂我的心 怎麼都不知道 這邊要留個空間給我 這只副做他的 到最後還有 沒有到一些色變的問題 解決這個路徑不正確 那這我們的流程應用 那我們把我們之前的H的部分 改成哈利斯柏迪 那現在獨製作 跟哈利斯柏迪 那個也是用哈利斯柏迪來做 看起來好像很完美 那這我是當初要導入 哈利斯柏迪的時候 的功能上面的 不會要構想 那一片B8 跟西波瑟爾這邊做同步的 然後再來就是 3D把它導進來 然後直接在3D上面 直接做布線 那布完線之後呢 出線材加工圖 現在報表 3D布線 然後如果有干涉檢測的話 機構色變 再回來重新布線 那布完線之後 現場 剛才講到現場 說 他不想要路徑怎麼跑 那我也希望一邊能 有沒有譬如這種問題 因為他只是要看 而他不是要畫 然後再到現場布線 這是我當初的歸王過小 但是 很不新的 還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像P8 跟哈利斯這邊 有些資訊觀點不足的地方 他這邊的欄位資訊 沒有辦法 很多的把他丟過來 也不能批發這邊 導致使用上 有一些不便的地方 再來就是 在這個地方 我在導入之後 面臨到一個問題 是因為我們 在3D上面 直接做布線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 開始會對機設一直要求 你什麼時候3D 機構會平衡 我要開始布線 但是很不新的 機設就是會慢 就是會慢 所以可能 在我們的生產 流程上面 就是要直接明定出來 你機設人也在什麼時候 一定要給我 不然我沒有辦法 做後面的線材加工 我的底類是因為你造成的 那再來就是 一分本身的問題 就是 我們有遇到 因為我們剛開始在做的時候 發現 機構經常設變 他為了他趕快給你 他就說 我先給你好了 那不容易不完 他就跟你講說 我有適片 那你說 好適片 我再導入一次 那你適片在哪裡 很用口頭上枕 所以為了我不曉得說 看這邊能不能有一些 一些mark的東西 可以讓後面三菱 那個他一直跑去布線的工程師 能不能知道 這次導進來 哪邊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就是 提升能源布線的速度 因為 我底下工程師 剛開始在布 一台設備 上百條 差不多要布 三個禮拜的時間 那 如果用以前傳統做法 兩週就會做完了 所以這個 我有問過 底下工程師 他們說 其實如果操作順的話 就加快速度 那再來就是 3D處理效率的問題 我發現我們 機構 畫很多的東西 那因為我這邊又自動畫的 那自動畫 那是整個產品 是整條爛的 他沒有辦法 一次給你全部 那麼多的機構 讓你下面布線 所以他會拆 一節一節一節給你 那一節一節給你的話 我會發現 我的導入的時間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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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要等很久的時間 所以我想說 未來也可能在 3D匯入的效率 能提高一點 那接下來就是 線材加工程 闡述的時間 大於現有的做法 事實上 線材加工程 它是可以出的 可是不能出 只是現在我們的設備 有上百條 這個流程 過於複雜 以至於 我們沒有辦法 把它使用 這個我希望 一般哈尼斯這邊 能夠在下一節開版的時候 他有沒有提出更有效率的做法 那現材加工程 就是我剛在這邊 就不是用上百條的線材 過於翻炸 那這邊呢 很可惜的 我們不可能買一套 哈尼斯放在現場 主要的目的就是讓它看 但好像沒有什麼耳識 效應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 想辦法用 Sci-H的B5去看 那我們發現 3D機構模型跟布線的路徑 要做結合的時候 這段時間也發的很長 剛才講 我們設備一個很長 光轉那個PCF檔 我就花很長的時間 你看喔 好不容易畫完了 也結合完了 機構可能講說 啊 那邊要射邊 那是不是到底要全部要再一次 所以很花費時間 所以如果說有View的話 可能就可以透過 就是View再直接看 不需要再轉檔 那我們導入後面秘的問題 剛才有講到就是這幾個 事實上 問題 是出現在兩個地方 可能就是 哈尼斯本身軟體 本身可能跟我們使用的習慣 或者是 方式不對了 所以我們進而要改善我們的流程 來符合這些軟體 能夠發揮到更大的效力 那 有人會問我 那你這問到問題要怎麼辦 那只能 哈尼斯本身這邊 我們應該每個禮拜都有在問題 那有提出一些問題 那也希望 哈尼斯這邊能夠幫我們 趕快解決這些問題 讓我們的使用效率能夠提高 那接下來就是 改變我們的設計優勢跟思維 事實上 換 剛才哈尼斯也有講 換一個 換一套 工具管 整個設計的思維也要跟著改變 對 不能用舊的思維去套 就像我現在的同仁 同仁 同仁都可以跳到一筆 他還是有舊有K的那些官員 複字貼上複字貼上 所以貼到一堆都是錯的 那導入後的效益是什麼 這個線材的強度 真的是可以直接在3D機構上布線 讓線的長度跟貼近於 你實際上的長度 不會讓你有過頭過長 這確實是省了很多的成分 那再來接下來就是 減少組裝前的設備 待會我有幾個案例 圖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通常他們在布線的時候 會發現機構哪些有問題 在當下就跟他講 而不是到事後在組裝的時候 才要花一次設備人的費用 然後再去做 然後再來就是提高機設跟電設 達成的共識成功率 我們經常就說 那邊有問題 我在旁邊用跟你講的講的講的 他也都知道 我懂我懂我懂 到最後裝出來 怎麼又跟你想的也不太一樣 所以有這個路徑圖把它畫出來 確實是增加了我們跟機設同仁 溝通的成功率 第二個就是 減少配列人員在路徑施工過程中 造成的一些錯誤 他應該直接在我們的 螢幕上面 就直接看到 我拿到這條線線 到底要怎麼走 減少一些溝通者的時間 到不時就卡住了 我告訴你 這條線到底是怎麼找 我們沒有要找 那接下來就 讓機設人更有直覺 了解機台整個走線方式 提升機台設計 初級 把走線空間跟路徑規劃器 從現在未來設變成 其實我們在導哈列的時候 跟機設人在溝通的時候 他們也保持正面的態度 說這個真的不錯 因為他們當初在設計機構設計的時候 他確實不知道線到底要怎麼走 那我跟他講說 你不是去現場看一下 那個線怎麼走就知道了嗎 他說那個感覺不一樣 我說怎麼不一樣 因為那一坨都是黑色的 他都會看到一坨都是黑色的 那如果你用Hannis來做的話 很明確的 他就知道整個線是怎麼走 整個路徑 那所以說 他在下一次設計的過程中 就會把這個路徑把它考慮進去 那接下來 就是另外一個應用 就是因為有些 因為我們人手不夠 有些不限的工作會 有些外包來幫忙做 那外包做完 因為外包也沒有Hannis這套軟體 那他等到 他用他們既有的工具 去量測那個長度 那最後呢 我們會利用Hannis 來做一些審案的工作 我們會請外包說 來來 你坐在旁邊 你跟我講這條線怎麼走 我馬上畫出來 然後你留的長度是多少 確實用這個方法的話 抓住很多外包商 都把線做得很長 因為他懶得良 因為他懶得良 因為線路的長度 短沒關係 但長沒關係 短就有問題 所以你可能怕他長 在說什麼 那這邊是我的布線成果分享 那這邊是我們的 手背的PT的機構 那這邊是一些外組 那這邊哦 其實我們在布線的時候 我們要求工程師 在這個蛇腹,你一定要先規劃蛇腹部線的這個位置 每一個位置是什麼,你要把它列出來 而且這個線鏡,這個外鏡,你要把它列出來 然後在你實際在畫的時候,也請你把它列出來 讓現場的人員知道我現在拿了這條線,要怎麼布,怎麼穿 不然你要看,這時候有這麼一箱,我手上這條線到那邊撐對一箱 就是另外一走,也是一樣 這是義走的部分 布線的部分 我也要求基設人員,把這個隔板的部分一定要畫出來 這邊是整個底下,線床的部分,走在線床底下整個布的路線走線的現象 那這邊是整個線在機構走的路線 在換氣 recepid 上面,我會幫計設人員布控壓管上去 但我會幫機設人員布控壓管上去 但是我的責任是把它布到這邊 因為底下上面怎麼分配? 確實我不太懂 那機設人員就在想說 要不要學Harlits這一套 把控壓管的配線棒式上去 但是這個部份是把整個機構 highlight 出來整個路線的狀況 那接下來是另外一個事業群他們布線 那可能有些可能看不太清楚 跟各位說抱歉 因為這是我們未來會出到下部的設備 那有些東西不能局部放大 那實際上各位看到這幾條線 設備裡面還有線 這邊算百條在上面 花了三個月在布 他確實也幫機車找出一些設備的東西 那最近也開始在組裝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 我想邀請聯名跟Charge 我們去看一下他們怎麼布線的結果 跟我們實際上會讀就會不一樣的地方 這是另外一台設備 來喔 這也是上百條 差不多兩三百條才上 那這個布線的公司今天也有來 如果待會有問題的話 可以問人答案一下 花三個人在這裡布 那確實也是一樣 跟反應一樣也是很直接 幫機車找出一些問題出來 事先就可以把它解決掉了 好不容易到實際布線的時候 有問題 所以各位會看到 你看喔 這麼爽這麼多啊 你如果用講的可能很難講 所以一定要畫出來 再來就搭配View 沒有View 我整整是一次的 做到一半而已 那因為現在一般沒有View 我只能用Edge的View來做 那我們怎麼做呢 那因為我們現在把它整個做結合了 那因為Edge的View有一個功能 就是可以把我手頭上 拿到那個Cable 因為我們做Cable的時候 會有一個Cable Code在上面 那現場的人員 只要把這個Cable Code打上 在Edge的View把它打上去 他就可以把我的路徑把它修出來 很明確的 跟現場配線的人講 這條線就是這麼不 你也不用來問我 自己看 除了Cable之外 還有一個PASS的設計 因為有些製品 會放在機構上面 那一些現場裝備的人員 他也太不曉得要放哪裡 因為你二地圖 你也沒辦法買 你要叫機構擺 機構說你要跟我講 有太多的東西 他也不想幫你擺 那我只能靠我們自己擺 那擺上去怎麼找 Edge它也是可以PASS收上去的 就可以把你的PASS放在地方修出來 那未來這個PASS的NAP 會跟我們電路圖是一致的 所以你電路圖看到什麼 你就可以找得出來 那個東西到底擺在哪個地方 那這邊是布協欣的分享 有幾個案例 像這個各位看得到 線就這麼走 那就是擺金不夠 沒有辦法把他長長一點 讓他托腹 那這個在話的時候就知道 再來就是 這個人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蛇腹應該要靠近這個板子 但是機設的人員沒有 這可能要跟他們確認一下 到底是真的是這樣子 私意做 還是真正的是他們的問題 那接下來這個 你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旅家藤空過來 板金到這邊就奧了 所以到時候配的都一定會水下去 所以這時候我們有跟他講 你這個板金要加長一點給我 那接下來這個 可能各位看得不是很明顯 真正問題在哪裡 這個蛇腹啊 機構呢 你把他放在下面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生產的人員就跟著他這樣子裝了 事實上是不對 那蛇腹現在在上面 所以這也幫機設找出一些問題 那這個 很經典 其實他沒有錯 他真的沒有錯 我們希望他可以更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 你看到後面這條線 從這裡繞過去 再過來 再走這個地方 那最好是怎麼做呢 這個走 是換來這邊 這個蛇腹換來這邊 他就不用再繞 就這邊直接上來就好 不用再多後面繞這個路徑 因為後面幾乎沒有什麼空間 現場也不好配 出問題也不好換 所以就是這個 機設人才知道說 原來就是這個樣子 線路就是這麼走 然後我在畫機構的時候 就好把這個考不進去 那這邊是總結的部分 那 其實忘了九個月 我就是發現覺得 教材比較缺乏一點 那第二個是 希望建立產學合作 配合一分的人 那我希望 我們招募的一些 一些心學 能在學校就會學會 一分怎麼用 然後再到公司 產業界這邊 才能做高階的應用 這樣我想 才能很快速的上線 再來就是提供更友善的界面 一邊確實很好用 但就是 過程比較繁雜一點 要很有耐心的 還有了解他的邏輯 才能把他的軟體的功效發揮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圖紙結構性的設計 這個名詞在我 這麼多年的設計 我還很少看到說 這個結構性的設計 或許有些前輩可能已經在用 但是我確實是不太知道 這個結構性的設計 但是一般上面 一直強調結構性這一塊 所以我想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做一些研討會 讓我們這些新鮮人 新鮮人 一般人新鮮人 才知道怎麼應用在我們的設計上面 讓他更有效應一點 最後一個就是 希望 價格再有一點 這最重要的 最後我想 最後我們做了一個結構 那我想 跟 倫敏這邊 一般人體驗 應該不是 買賣的關係 而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而是一個夥伴的關係 那 我們也是希望 也是希望 也是希望 一般人透過這個夥伴的關係 讓 他做出來的功能 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 然後 我想這樣子 才能下鼓槍才能 讓B加1大於2 對 是這個樣子 然後最後還是 祝福 現在 你們一般人的團隊 在台灣的一般團隊 這麼努力的付出 跟努力之下 使用戶 能夠年年 判高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 同時我也是希望 藉由一般人這邊 原廠的支持 能夠讓我們這邊 用目 無論在圖子的設計 或者是 知識上面 能夠有所成長 然後 對公司帶來更大的效益 我想這是大家 共同的目標 好 以上 謝謝 謝謝